欢迎回来 今年3月中申请在美国上市的阿里巴巴 尽情动作频频 在中国境内 它并购了优势公司 并且和中国邮政合作 在美国也推出了网络商店 分析人士认为 阿里巴巴上市前交易行动频频 似乎只在提升公司的知名度 博取未来股东的信任 网站上写着 我们很快就会开幕 这个就是阿里巴巴6月11号 在美国推出的网络购物平台Elevenman 达出只收取3.5%的佣金 大概是主要竞争对手价格的 1.1%到1.4% 试图以较低的价格吸引商家 但是分析师指出 对阿里巴巴来说 要打入已经很拥挤的 美国网络购物市场 可能会是困难的 推出Elevenman的同时 阿里巴巴还以高于 19亿美元的估值 收购中国行动浏览器业者 优势科技 成为中国互联网史上 最大一笔并购交易 不过对于阿里巴巴想赴美IPO 外媒分析 由于中国反复无偿的商业环境 低度发展的法律系统 仿冒盗版问题 以及中国经济成长放缓 使得阿里巴巴的申请案 包含了非常非常多的奉献 新唐人海电视张祈林整理报道